小程序有一个调试功能 打开以后会在控制台上面输出一些帮助的信息 会告诉你小程序都做了什么 打开这个调试功能 你可以去配置一下小程序的主配置文件 就是这个app.json 这里我们可以添加一个debug 表示调试 它的值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true 意思就是打开小程序的这个调试功能 再回到开发这工具 在调试这里 现在打开的就是console 也就是控制台 在控制台上面会显示这个小程序都做了什么 你可以看到一开始说这个app的onlaunch have been invoked 执行了应用的onlaunch 然后又执行了app里面的onshow register page 注册了index 还有invent这两个页面 onapp route 表示的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地址 update view with innate data 使用初始化的数据更新了试图 然后当前页面的unload have been invoked 执行了当前页面的这个unload 接着呢又执行了页面的onshow 这个时候页面已经显示了 页面上现在会发生一个onready事件 然后执行了页面上面的onready这个函数 这个unload onshow 还有onready 这些呢都是页面的生命周期函数 打开活动标签 这个控制台上面又会出现一些调试信息 onapp route 现在我们是在invent这个页面 执行了index页面的onhide 因为之前的index页面被隐藏了 然后又会初始化数据更新试图 执行页面的unload还有unshow 因为上回发生unready事件 又执行了这个unready函数